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恐龍生存 那我是祥林 這一次的話我又是在這邊蓋了一個這個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茅草屋 因為晚上也沒事幹 然後我就多收了一些果實 然後收完果實之後我就 我就蓋了這麼一個茅草屋 然後現在的話就繼續吧 是說現在的話開始可能就要先往那個深山裡面走了 這邊怎麼一直嘟嘟在這邊擋路 我們要往深山裡面繼續走 那那個床的話呢我暫時先不做了 因為做床的話要消耗太多的那個皮革了嘛 消耗太多皮革了 所以暫時都先不做床了吧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叫他跟隨我一下 吹一下口哨叫他跟過來 喔他終於開始動了 要他動起來真不容易啊 那現在的話 希望他太陽是從東邊升起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讓我們這邊繼續往跑 這樣我們繼續跑的話應該就是東邊了 叫他快點過來 這樣的話我想一下喔 我們應該要往的方向 是不是要盡可能的往北邊去啊 好像是耶 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地圖好了 這邊來看的話 呃我目前在這邊那北邊 呃在西邊 西北邊這邊我們都還沒怎麼探嘛 所以我應該是要往 這個方向去走的囉 可是我怎麼看好像 奇怪在地圖上面沒看到我 這地圖的他那個 他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啊 怎麼看不出來 我眼前這條河到底算不算是在我 在我這邊下面的是有一條河 右邊又一條河 右邊也是有一攤水的嗎 他指的到底是不是我右邊這一攤啊 那如果是這樣我到底該往哪個方向走啊 哈哈 不知道耶 怎麼辦 這個 還是說我先稍微先記一下現在的位置 然後 我隨便往一個方向跑 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 我人是往哪邊跑的 所以如果說那邊是 太陽的位置 那如果往這邊跑的話 看我是不是一直往上面跑就是了 真的不太清楚啊 好走吧 走就知道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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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看來目前好像還沒有什麼 太有殺傷力的恐龍出現啊 看在南邊這邊呢 都比較好一點 那水裡面剛剛又出現那個槍擊雨了 在南邊這邊好像真的都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還有一個麻煩就是 哇 樹太密了 樹太密了 樹太密了會有一個麻煩就是我們的 第二會跟不上 對 所以我先把樹先消滅一點吧 消滅一點樹 教他們先 先吹個口罩 教他們在原地先稍微待一下吧 OK 先教他在原地待一下 然後我要把眼前這邊呢 先批出一條路出來 不然我的第二根本就無法前進 帶著我的軍隊走 現在我成為工兵了 帶著我的軍隊走呢 我還需要幫他把眼前的道路先給清開才行 哇 這棵樹是怎麼搞的 哇 這棵樹是怎麼搞的 現在是一時代表這邊的風很強勁哦 好 然後我順便就該多收一些果實 還有一些石頭 如果說有遇到迅猛龍的話呢 我們還是先稍微停一下 有遇到迅猛龍 我們停一下看能不能把他給馴服 一隻迅猛龍 那因為 馴服了迅猛龍之後 我就可以騎著迅猛龍了吧 應該到時候我的皮革也絕對夠了 現在就有 快要將近110張了 要做一個他的鞍出來 也不是說太困難 像這樣應該行了吧 前面雖然還有一些樹啦 不過 希望他過的 來 發生什麼事了 哦 那他的話我能不能打暈他 還是有點困難的吧 現在 等我們再升個級再說吧 先上來這邊 然後叫他 吹一下口哨 叫他跟隨我 OK 他頭上有出現跟隨我的那個標誌就行了 現在把他跟隨我了 所以這邊的話寬度好像又不夠了 我還真希望他有辦法那個 就直接把樹給撞開啊什麼的 這種這種特異功能什麼的 所以我已經稍微有一點點往 哦天啊 前面有那個小恐龍 不過沒關係 我稍微有一點點往上面走了 欸好像真的是往北邊去了 這地方應該真的是北邊哦 那地圖似乎也是標示著上面就是北邊 欸你幹什麼 欺負嘟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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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你以為你是誰 欺負嘟嘟鳥 欸我剛剛那一下沒打到他 好他死了 所以在他身上又可以多拿到一些皮革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啊 他直接消失在草叢裡面啊 不是吧 在草叢裡面跟他們對戰還真的是好像就 他直接消失在草叢裡面了還是他噴去哪裡了 他有可能噴走了吧 算了不管他了 繼續往這裡面走走看吧 那邊還有一個光點在那邊也許是有物資香的地方啊 哇我現在終於是走入了森林裡面來了 毫無畏懼啊 哦 我又口渴了 我居然口渴了 喝一點水吧 等一下看看還有沒有水的地方可以再去那個裝一點水 我有做一個水袋了 因為皮革的數量倒是很多嘛 那這邊看來這邊也似乎會有一個物資香在這邊可以拿 然後那邊有綠色的光耶 我們走過來這邊看一下好了 然後 可以的話就往上面爬一下吧 然後把地圖 好的這個地圖怎麼拿好像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幫助我騎在這個 這樣看不就行了 對沒錯我一直往上面走應該我應該確確實實就是一直在往上面走沒錯的 應該沒有問題好 走第三人稱來看好像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這邊的話 暴龍嗎 好像是暴龍耶 哇他被好多隻恐龍圍毆了等一下 他被好多隻恐龍圍毆了我是不是可以過去 我要不要試著過去看一下 我叫我的恐龍都先跟隨著我然後我試試看拿出彈弓 不不不不好像有點困難 好像有點困難 他已經把那邊的恐龍都已經先 滅了的樣子了我這邊要來跟他對戰嗎 我試試試著來跟他對戰看看好了 我不曉得到底能不能把他打暈什麼的我 可是我怕隨便被他打一下我就要掛了 我這邊偷襲他 又好像他不是暴龍他已經衝過來了 嗚 嗚 嗚 我一直不能被他打 我一直不能被他打 天啊被他打一下好多血啊 而且他專門來打我的啊 不行不行我會在那邊被他打死了 噢他跑去他會打我的恐龍了 哎呦成功了耶 成功了把他殺死了是嗎 噢 卡爾諾是這個這個不是暴龍啦 這個是上次那個 對我的菊花打的那個啊 不過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龍 他可能不是暴龍 他暴龍好像也沒這麼小隻吧對不對 暴龍應該沒這麼小隻 不過看來我這邊的恐龍足夠來對付他 我這邊的恐龍確實足夠的在對付他 而且還有這個小隻在這邊作亂哦 所以我看他們的狀況如何了 我身上的恐龍我 真的耶他的血量是全滿了然後他只掉了那麼一點點而已 很不錯很不錯 非常的好哈哈 吹個口罩就要跟著我們 然後我們再去水邊嘛 我得喝一點水了 裝點水來喝了 可以可以了 裝點水來喝行了 走吧 走哎我上不去 哎我上來之後立刻又下來了 然後又上來了 太好了 然後我這邊 我又被我的第二給卡住了沒錯 沒錯我又再一次的被我的第二給卡住了 我的天啊 快點跳出來快點跳出來我的天啊 第二好煩哦 第二總是會把我卡住 那隻並不是暴龍哦 剛剛打的那一隻 一隻不知道什麼樣的龍 那個名字的話上網查也難查到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恐龍 不過他就是上一次在 偷襲我的那一個 偷襲我那一個 把我弄死的那一隻 這一次呢 我把他給弄死 這邊獲得皮革就夠多了 走啊 那我們繼續往 要往水邊走嗎 不用了 我現在身上的話已經有足夠的水了吧 剛剛 嚇死我了 前面是什麼東西呢 走吧 繼續走吧 還是繼續往這上面走吧 喂喂喂喂 不要擋路 喂 我要比我大隻那麼多 擋我的路 莫名其妙 從這邊走的話 好像比較好一點 對 沒錯 在這邊走的話 他障礙物好像比較少一點 不過重點就是不知道森林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就是 或者在說在這個山裡面吧 唉唷 這邊是什麼 這邊有個光點耶 物資箱嗎 有個物資箱在這裡耶 我過去那邊看一下好了 他跟過來嗎 跟過來跟過來 先原地站著一下吧 原地站著一下 吹口哨比較有用 這個物資箱是飄在空中的是嗎 這個物資箱難道在樹裡面了 哎 物資箱你在哪裡啊 物資箱 哦 物資箱果然在樹上啊 我的天啊 那我把樹砍掉呢 這樹應該可以砍掉了吧 果然 我多拿了一些木頭之後 我身上的東西就 就有點滿了 所以把這邊砍掉了 物資箱可以再下來嗎 好像不行耶 所以這附近的樹太多了 再多砍一些 多砍一些東西下來 看物資箱在那邊掉下來 還是他掉下來需要一小段時間的 再多砍一下好了 沒有這物資箱不可能下來 哎那是什麼 有一隻那個 附近龍在那邊 那邊是不是 黑黑的 是洞窟嗎 還是什麼 還是說他只是那個 貼圖沒有刷出來而已 這邊都給他砍掉了 所以物資箱已經停留在半空中了 這個物資箱物已經是 已然是打不開了 看這樣子是已經打不開他了 我現在無法跑動了 我只好把我身上的東西 塞一點給他們 那當然是塞給我的第二 多吃一些我的果實吧 目前吃果實還算可以的 那先塞一些東西給他吧 什麼東西可以塞給他 石頭吧 塞一半的石頭給他好了 這樣應該就行了 沒錯 好吧沒辦法 繼續走吧 這個物資箱我是打不開了 他在空中 真的是在空中 完全沒辦法 這邊走過來看一下 這邊是什麼 看一下地圖上面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了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所以繼續在往上走的 但是我的地優應該跟不過來 喔不對我還沒有教他過來 不是他跟不過來 是我還沒有教他過來 吹個口哨吧 教他來一下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過來快點過來 我現在等級的話 這一集結束之前 可能也還無法升級吧 現在等級要升 好像已經越來越困難了一點點 到達20級的話 我們應該又可以進入到 另一個階段了的樣子 感覺上是這樣子 那上面好像可以走 那上面的話 所以這個方向是哪裡啊 太陽在這裡喔 我都不太確定說 我現在到底是哪個方向去了 地圖上也沒標示我 到底是往哪個方向走 我也想要找找看 找一個洞窟 然後看能不能進去的 森林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在森林裡面 還是在哪裡 欸這邊是什麼地方 欸 是什麼地方 我這是一個 哦 這地方還蠻漂亮的嘛 但應該不是我想要找的地方吧 洞窟應該不會在這裡面 然後我的第二還在 哦 我的第二還很 忠心的在跟著我很好 有那個小恐龍的聲音了 要攻擊我了 在哪裡 在這裡 敢攻擊我 真是不要命了 真是不要命了 哦 又另外一隻 原來還有一個同伴躲在這裡面 你以為你打得贏我嗎 你以為你打得贏我們這些人嗎 我們可是流氓加強盜啊 除非你被我驅服 不然就是只有死路一條 這邊的話那他們要升級了沒 他只差一點點就要升級了 他也要 他只差一點點就要升級了 欸我要騎他 我要騎上來 我要騎上來 為什麼總是很難點到他 然後又被卡在這裡面了 我只好再繞出去了 啊 他的碰撞判斷還是 有點麻煩的 像我這樣走的話 我的第二也得像這樣子跟著我 快點過來快點過來 然後我看一下他頭上 他頭上顯示 目前他跟隨的是我騎著的這一隻恐龍 哇 又是一片森林 這邊是超大一片森林 那我的第二果然那邊過不來 他只能夠從這邊上來而已吧 哎呦 另外一隻第二 有另外一隻第二 等等 我想點錯東西了 剛剛 我來幫忙一下好了 因為他還在打這個大烏龜 我們就在這邊打他 哦 然後就把他給弄死了 然後就把他給弄死了 我這大烏龜好強哦 大烏龜好強啊 他是死了嗎 對他是死了 哦 他裡面好多東西哦 他身上 他身上真的好多東西哦 通通都拿 通通都先拿 這個先不要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也不用拿 就這樣子 他身上真的好多東西哦 喂喂喂 你們可以過來 我要放東西在你們身上 他身上好多東西哦 算了 先把他身上的東西先批掉好了 他身上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的啊 難道他之前有有幹掉過一個誰嗎 不對啊 這個存檔裡面應該只有我啊 難道他之前曾經把我解決掉的其中一個人 哦 我已經完全的操縱了 完完全全操縱了 那沒辦法 我只好 不過還有這個耶 這是那個真的是一個長 標槍長矛了 比這個標槍還要好一點的這個 長槍了吧 這算是長槍啊 這個攻擊力應該超強的之類的 應該很不錯 不過我超重了 我已經超重了的話 石頭 把石頭給丟了嗎 我身上是拿了哪些東西就超重了 這東西其實蠻重的 還是我先把這東西先丟了 我還超重嗎 稍微可以走動一點了 但是 還算是有點超重 但是第二身上到底是什麼狀況 哇 他身上有更多的皮革了 我把生肉再塞給他吧 還有什麼嗎 這個就是不是 哦 這個是昏睡劍耶 等於說他如果射到了恐龍身上的話 他會更加容易昏睡的 所以有這種劍的話應該很好 到時候應該可以學到這種劍的 可以讓對方很容易就昏睡了之類的 那皮革現在我身上看起來是有155張皮革啦 155張皮革耶 太多了一點 這邊也塞給他一下吧 這樣我應該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超重哦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是我身上能帶的重量實在太輕了嗎 主要都是石頭吧 可是石頭我想要先帶一些在身上 啊 那是這些劍 這些劍也蠻重的 所以塞給他好了 這樣就行了 行了 走人吧 走人吧 繼續的去尋找一下 看有沒有洞窟啊什麼的 繼續來看一下這個地形上面還有些個什麼東西哦 然後我繼續的要往北邊去吧 地圖才能夠被我探出來 這劍心像不想管 過來吧 我就怕他剛剛被我塞了很多東西之後他跑不太動 應該不會了 現在繼續往森林裡面走了 那森林裡面好像真的 這種小恐龍好像變多了耶 在這種森林裡面 小恐龍似乎變多了 不過我不怕小恐龍啊現在 完全不怕他 甚至我根本不想理他耶 我身上皮革已經很多很多了 還是先以把地圖探出來為優先目標吧 再看一下好了 現在我又繼續的再往北邊走沒錯了 看起來 看起來我走的方向應該沒有錯 反正就是往沒有探過的地方探吧 他走的好慢啊 我也慢慢走好了等他一下 這邊還是一些草食性的哦 還沒有要攻擊我的一些恐龍會出現 走走走 現在感覺好悠哉哈哈哈 喔這一根耶 這一根居然第一次可以在這麼高的地方看他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這隻怎麼了 他一定是被攻擊了 所以前面應該又有一個小恐龍之類的吧 其實逛大街看這個風景是很不錯的 但是有沒有這種感覺 喔然後箭新巷來突然珍一刷出來 等一下那個是不是迅猛龍啊 那應該是迅猛龍啊 喂喂喂喂 迅猛龍不要跑 迅猛龍 怎麼會有兩隻的 迅猛龍 迅猛龍 等等等等 下我下來下我下來一下 我要 我的石頭會不會不夠多啊 我的石頭不夠多啦 我要打迅猛龍 對 他們在那邊馴服一隻迅猛龍 快點把他打暈一下 打暈他 來了 兩隻都來了 不 不 哇 天啊 攻擊速度好快喔 他們 攻擊速度真的好快喔 這個迅猛龍 迅猛龍真不愧是迅猛龍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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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快死了 快死了 他們攻擊速度好快喔 不行啦 我要死了 我真的被弄死了 哈哈哈哈 天啊 那我人在這裡 我人在這裡 那兩隻迅猛龍應該會死的 所以我只能從這邊先出來了 對 然後我再趕過去那一邊 我只能這樣子 所以我要往北邊再往西一點的地方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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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一下 重生一下 我竟然被弄死啊 不過我現在走得超快的 我現在走得超快的 所以我是不是先穿一點這些裝備好了 把這些裝備先拿起來穿一下 然後我剛剛身上的東西呢 一瞬間被他們打爆啦 所以迅猛龍果然還是有點 要訓服他們還是比較危險一點的喔 現在太陽的位置在那邊 我應該往哪邊走才對 要往北邊去的話 要往北邊去是往哪邊 應該是這邊吧 先看一下現在時間點 現在是在下午3點喔 所以 太陽應該是在偏西的位置 所以應該這邊是北邊沒錯 那差不多往這個方向過去就可以到達剛剛那邊了 只是說比較麻煩的是可能 路上如果有小恐龍的話 我就 我就比較麻煩了 路上如果有小恐龍的話 或者是其他具有攻擊性的恐龍 那兩隻迅猛龍應該打不贏我那兩隻恐龍吧 我的第2在那邊 不過看來果然還是應該先學習那個昏睡劍吧 從遠處射他們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我應該剛剛就應該其實 一直坐在我的那個 恐龍的身上了才對喔 結果被迅猛龍給弄死了 太過分了 果然前面有那個小恐龍 可是那個小恐龍應該我只要繞過去就沒問題了 那要確定我的方向有沒有對喔 看來我的方向是對的沒有錯 不過要找到我剛剛死亡的地點是不是也不是那麼容易啊 不過應該就是看這個對不對 可以看得到他的地方 然後是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東西的地方 所以可能要先過這一條河流吧 往前走好像會有一個比較高一點的地方吧 我們就是在那比較高一點的地方那邊吧 喔 看來是了看來是了 對不起 來吧 藏藏藏我殺過大拳頭 藏藏我殺過大拳頭來啊 可是打不到他的話也沒用啊 喔 打到他了 把他打暈了 收他身上的東西嗎 可以把他打死嗎 把他打死了把他打死了 拿他身上的東西 他身上沒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對付你我還行的呢 居然敢來打我 讓你常常我殺過大拳頭 然後 往高一點的地方走吧 還有哪裡比較高嗎 好像沒有了 是不是那邊啊 我現在人到底在哪裡啊 我剛死亡 我剛死的地點到底在哪裡啊 要找也比較麻煩一點 我可以撿我身上的東西撿回來 還有就是主要是我的恐龍啦 主要是我的恐龍也得把他給找回來才行啊 我當初應該是比這裡還要高的 真糟糕 真糟糕 我找不到了 我如果 我如果找不到我死亡的地點的話 我也就無法把我的恐龍給帶回來 我得找一下 我得 賣力的找一下 可是根據那個地圖的位置應該是在這附近沒錯的呀 夜晚之前得找到他之類的 或者應該要再往這邊再上去一點點的才對 可能在離這裡更遠一點的位置吧 一次有兩隻迅猛龍果然還是就不要太過於冒險了吧 一次兩隻迅猛龍的話 天啊 還好他這個死掉不會有那個什麼 掉經驗值還是什麼掉等級的懲罰 怎麼又來一隻啊 等一下 你是誰 又來一隻迅猛龍 來啊來啊 不過他 他打人比較麻煩一點是他會那個 他會那個繞著圓圈打 喔 喔 看來直接跟他拚還是可以的 直接跟他拚命的話還算可以喔 又來一隻迅猛龍了 不過就是說 一對一單挑還行啦 如果要一次打兩隻的話可能還是比較不行 那現在這邊這一隻我已經骨折了 這隻該怎麼辦 你看 他身上沒什麼東西喔 我知道那個撿一下旁邊的果實來吃一下 果實果實果實 吃個果實吧 就還有來了一隻迅猛龍果然直接跟他拚就行了啦 不過如果要馴服他的話呢 我可能還是得找到 還是還是得先找到那個我剛剛的位置才行才能過來馴服他 所以先把他留著吧 先留他一條小命在這裡 先不要把他打死因為他也還在暈嘛沒關係的 我要把我身上的東西撿回來才行 他醒來速度好像也蠻快的來來來來先為你吃這個 我只是不太確定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剛剛的位置就是 而且我還得先回血現在 好危險喔 隨時都可能會死掉現在 我還得吃東西啊喝水啊什麼的 看來要打他我還是就靠我的拳頭好了到時候如果有遇到他的話我就跟他一堆一單挑 一堆一單挑 這隻如果沒有辦法馴服的話 不過看樣子應該就是在這裡了對吧 應該是在這附近了 我們當初的位置對應該在這附近了 然後再高一點的地方那邊會比較平坦一點 又是那小恐龍天啊 繞過繞過繞過 現在可不能再打什麼恐龍啦 繞過繞過 所以是在這裡吧 在這裡的上面 那那隻迅猛龍我可能就 到時候會找不到他的位置 喔在這上面吧 我得先把我的屍體撿回來才行 應該在這上面了吧 應該沒錯了應該沒錯了 慘了慘了我又口渴了 我已經完全的口渴了 只能吃梅子來稍微喝補充一點水份了 藍色的話 藍色果實稍微喝一點吧 稍微吃一點不是喝一點 稍微吃一點 OK 再吃一點這個 稍微補充一點水份 不 誰 誰啊 誰啊 先跑先跑先跑 又是誰 喔剛剛的小恐龍 這邊的話是這邊嗎 我剛是在這上面嗎 我是在這上面的嗎 有點光凸凸的有點像 但還不太確定喔 真糟糕真糟糕 這上面有點像啊 但不是太確定就是 看得到那一個的位置嗎 應該是那一個的 所以應該是在這附近 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但我現在的話 實在是缺水缺水缺水缺的有點嚴重啊 這邊的果實多拿一些好了 或者其實我剛剛應該跳下水裡面的才對 這附近有沒有水啊 這附近哪裡有水的 保實度到還好 這邊有沒有水 好像都沒有 真糟糕真糟糕 這個生存太困難了一點 啊這邊好像是這邊下去是不是水 喔我看到了這一個了 哎呀 小恐龍 想下去喝水都不行 想下去喝水都不行 這邊這邊這邊 哈囉劍心象 還有劍心象是不會主動打我的 我得喝水的話還是得從這邊跳下去啊 下面有水可以喝可是 這下面怎麼都是具有攻擊性的恐龍啊 喔小恐龍在那邊我的天啊 我怎麼又骨折了 我為什麼又骨折了 不對那個骨折可能顯示的只是說我受傷有點嚴重就是 那因為是有一點是因為我得喝水啊 不然我血只會一直往下掉而已啊 我得喝水啊 但是有這一隻喔好煩啊 好煩啊 這邊跳下去一定死的啊 所以我難道要被這一隻小恐龍弄死啊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要下去喝水 我要下去喝水 然後遠離這邊 我要遠離這邊 他怎麼在這邊 我又被他弄死了 天啊 還有兩隻耶 天啊 所以喔我剛剛就快要真的是快要找到了 好吧沒辦法 那我可能就 再一次在這邊再重生一下吧 然後我還是得去尋找我那兩隻小恐龍 不是 不是小恐龍是我那兩隻恐龍 我還是得去尋找的 那這次的話我是什麼物質都沒了 有點困難啊有點困難啊 反正就是找到那一個吧 然後往高出一點的地方去 好啦我只能看看下一集能不能找到我之前的位置所在地了 那這一集只能先在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